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你就在精进当中啊 它是指你的心啊 精进啊 哦 听得懂不啦 好的 好的 所以精进里边这个佛教术语精进啊 实际上就是讲给我们听 就是佛教术语就是叫毗利亚 毗利亚就是精进 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明白 好的 感谢师傅 那之前您对就是说对弟子的要求是 一周至少有一千要用来做佛事啊 做一公弘法等等 那对于像想一世修成的人 他这要求是不是要更高一些 对啊 做每件事情你都可以想的呀 你对每件事情 你比方说我今天在洗菜了 你洗菜为什么啦 你就想了生一点嘛好了 你行生一下嘛好了 今天洗菜我为了生活 生活为了度人 度人我为了以后能够救度更多众生 我为了能够这辈子解脱 所以我要生活 我要活着 所以我现在洗菜就叫精进 是这么连的呀 你每做一件事情 你都要跟菩萨的连在一起 不是找理由 而是真正的理解这样 有这么个概念 你就在精进中了呀 听不懂啊 嗯 嗯 就是把所有的事情 经验往佛事上就是串联 比如说洗菜 是为了养活这个祸身 祸身好了 错 去佛 对不起 人间的东西 来来理解菩萨的东西 永远都搞不清楚 对不起 对不起 还串起来了 还串联了 还串词啊 主持人呐 笨得那么臭要死 你就是在生活当中以佛法的概念来生活呀 嗯 不是串联 是真实的呀 你比方说我现在在广播里边 我在跟你们讲话 我在救你们 我是在弘扬佛法 我还要去串起来啊 你今天很自然的想到 我今天 我今天要活着 所以我今天 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要吃 吃了之后 我要有时间 更努力去弘法 就这么自然的联系的呀 不是把它串起来的呀 自然想到的呀 哦 好的 明白了 嗯 哦 明白了师父 感恩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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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